主席 政副院长 在座各位旅院投人 那么挺身 这次在国事论坛 想针对刚刚几位前辈立委 所提出 这个所谓东部的交通问题 那么我相信 待会儿这个我们杨伟人 也会继续 以东部子民的立场 那么继续在做 这个所谓接力式的发言 那为什么我们对东部的交通 会那么的关心 尤其是这条书花糕 那代表说 代表说从过去到现在 我国政府不晓得 说过了几次 对于书花糕 或者对于我们东部交通的改善的承诺 但是好像 只闻楼梯响 并没有见到人下来 那么刚刚我们孔友员提到 这个书花糕终于啊 书花改终于啊 又在我们行政院的这个 这个核定之下 准备九月送还评 那么希望能够最快在2016年完工 我对于执政党 这个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决定 当然相当的高兴 因为身为一个东部的一个子民 相当的赶配 终于又有一次的核定了这样的一个 对交通改善的案子 但是我在上次总咨询的时候 我也对交通部长 我对他做了这样的咨询 我说从过去79年开始 当时应该是行政院好院长 他也对我们全国的这个 所谓的高速公路网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提出了全国交通改善的这样的一个 核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直接到今天 独独就是东部的这一条 这个快捷便捷回家的道路 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是要 这个怀疑或者要唱反调 而我是要提醒政府 提醒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执政党 那么我记得 苏花高速公路在当时 游锡坤院长的时代 就是第一个把已经发包的苏花高喊停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提上苏花高速公路 那这一次能够核定 由这个台九线来做改善 由苏花改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建设来开始 它只不过是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我坚持啊 年底我一定会强烈的监督交通部 一定要在各种的配套措施 完备的情况下 年底一定要重工 让我们在安全辩解的考量 乃至于在国防这个所谓环岛的这样一个快速便捷的一个交通网 那把东部跟西部整个连结起来 因此我在这里还是要呼吁 我们做政府要成为一个全面性 而且是手信弱的政府 谢谢 谢谢